嗨 欢迎收看黄老师讲堂 今天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九个核心步骤的第三步 分享与代购 营业额是一个正规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营业额的话 任何企业或者团队都无法正常运作 毕竟我们今天谈的是怎么做生意 如果没有营业额的话 那就是慈善事业而不是电商事业 所以我们发现在的社会大众里 很大一部分的人都很难接受主动销售这个动作 可是不销售的话又哪里来营业额呢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很喜欢介绍说哪里有好的吃啊 好戏看啊 但是当他们去消费的时候呢 这些商家都不知道是谁介绍来的 所以更不用讲给谁奖励 喂 伯啊 哇 昨晚啊 我在internet啊 买这个pizza 跟这个熊猫买很便宜哦 24块去猫办啊 还讲58%over 我还以为吃不饱 三个人还吃不完 哇 你讲到这样 那个熊猫跟那个pizza 还给你commission是吗 我太难了 然后一个好的电商伙伴啊 会提供一个完善的营运系统和奖励制度 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该营业额是谁介绍来的 然后给予奖励和这个奖金 所谓分享呢 其实就是把老师在第二部所说的 自用产品的感受分享给朋友就好了 如果朋友有兴趣 自然会找你代购 OK 因为我们开始自用产品之后 自然而然的就会 对这个产品的特点 以及这个好处更加了解 到时候呢 再去分享的时候 就会发生内心的分享 而不是机械式又违心的介绍产品了 而且现在网络以及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发达 我们只需要动一动手指 就可以像成千上万的人分享我们自己代理的产品了 所以为了让大家的生意可以正常的运转 又不会让人感到压力 我们建议大家在每一个月 至少累计10到15个代购顾客 有更多当然更好 那加上自用的产品 大家可以轻而易举的达到最低的标准300分 300分的营业额了 那所以为了让你的生意可以正常的运转 现在就开始分享产品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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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